歡迎回來 財經大白話 臺股月線連似紅 而八月的臺股要再拼新高 今天我們看到臺股收盤 是跌了一百五十一點 收在一萬兩千五百一十三點 但是生技股卻是紅通通 我們看到防疫生技股 繼續向上反攻 合一中天之外 這口罩股也是復活 通通是亮燈漲停 現在就有這個網友說 看到這生技股上上下下 像極了愛情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陳彥哥 我們看到說今天 還有一檔就是說 這個已經爭取到 這個國家隊之一的臺康 現在也是要來生產這個疫苗 現在是不是生技股 又開始吹起東風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生技股的表現 這裡面非常重要的幾個關鍵 就是大家一直在網路上 討論的非常熱 我們在節目上也一直在講 就是這個叫做短期女友 玩咖 玩咖女友 合一的部分又漲停 包括中天也再度漲停 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 我們看一下像這個美德一 這一季的漲幅已經超過六倍了 已經超過六倍了 然後中天已經快接近四倍 一季三個月 合一的部分已經超過兩倍了 當然這過程當中 一直以來的上衝下襲 實際上大家一直在等待的一些什麼 就是最重要的一些重要的一個訊息 所以今天整體來看 兩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是疫情其實都沒有趨緩 而且持續延燒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戴口罩這個 又變成是常態 對 而且現在陳建仁又說 最好大家準備三個月份的口罩 今天口罩股全部都亮燈漲 所以你看之前我們在看到的 恆大這些本來休息一段時間 突然之間 包括美德一也是口罩的概念股 突然之間又衝上來 而且在這個時間點 更重要的事情是 跟台康生技有關的訊息 帶動整個生技類股大漲 這才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 為什麼 因為台康生技它背後 我們看一下它的股東有誰 我們先來看一下股東 這裡面你看 這裡行政院有沒有 這個等於是國發基金的部分 在裡面 還有藥花玻璃 還有這個台山水牛 這全部都是政府政策下 所扶持的非常重要的資金 那這些資金進來 對台康生技場簡單來說 它就是我掛 有mark在上面叫國家代表隊 那現在政府的百億預算 就是要來針對整個生技產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疫苗 一個叫做解藥 這兩個部分 所以投入近兩百億的資金 他想要扶持我們自己的生意產業 第一個 我可不可以本土研發 本土生產 本土製造 你有這個本事 我來想辦法幫你 第二個說 不然我們就把這個錢花到海外去 直接就請國外的廠商來處理 但實際上這當然是一個選項 可是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國外研發出來以後授權 對不對 由我們自己來製造 那台康現在扮演的就是這個角色 那等於說政府的資金支持以後 你把你的廠房你的設備做一個調整 怎麼樣能夠來配合未來整個供應 而且這種訂單是掛保證的 那你說那你政府給我錢叫我生產 我要用成本價賣給你 我能賺錢嗎 未來供應的試劑是分階段 6000 6000等於1.2億支的一個試劑 好 那如果以成本價供應 他要賺什麼 他可以拿到代工費30億 拿到代工費30億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 當然更重要的關鍵是 如果未來生產出來量有多了 還可以往海外去供應 外銷 這是更大的比 所以你要知道現在等於說 過去的生計股 我們在講夢 對不對 你到底能不能做 不知道 現在是在政府資金扶持之下 而且我主動去幫你牽線 因為這一次要跟牛津 英國那邊去做牽線 等於說由政府出面來主導 幫我把這個技術拿進來 然後就交給你 這有一種這種叫做什麼 就是會所有的美光燈 都聚焦在你這個身上 我就是要捧你 對不對 由我政府來捧你 我出錢捧你 你覺得能不紅嗎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 生計股的利多當然就上來了 所以今天整個紅起來 對 但問題大家也在思考 這網友還是在問 我們閃戶到底可不可以買 對 那我到底可不可以買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 剛才的這張圖 非常重要的關鍵 剛才講的中天也好 和一也好 美德一也好 是不是都已經 這一季以來已經大漲兩倍 三倍 六倍 但是我們剛才看了台康生計 如果我們仔細看 這一季以來的漲幅 有對到 你看這一季以來漲幅才多少 才兩成 所以相較來講 他才剛開始起漲 你可以講他才剛開始 所以加上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資金 這個議題相對來講是明確 而不是夢 這不是夢 我到底未來有沒有都不知道 不是 他不是夢 他是一個很實在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是選擇 美光燈聚焦的那個焦點 來去追蹤 其實應該就OK了 但是現在恐怕也買不到對不對 因為都漲停縮死了 那就看誰手腳快了對不對 每天開盤 早上起來認真一點 對不對 手腳動作要快一點 要賺錢 手腳要快 對 要賺錢 手腳要快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AMD超微也大追單 台積電的產能是直接滿到了明年 而且他還超越了蘋果 要升為台積的最大客戶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超微 這一回是踩足了油門超車intel 更提前包下了這個台積電 包含明年的7奈米還有5奈米的產能 所以有抑注到台積電產能 這個利用率一路滿載到明年 但是不只如此 超微明年Q2的投片量 也是要居為第一 就是台積的第一大客戶 這個我們來聞一下朱老師 現在這個超微 全力轉投台積電的懷抱 但可是我們看到 今天台積電的股價表現 卻是有一點無力 這代表說是已經利多出境 還是說這時候台積電能不能買 因為剛剛連網友都在問說 台積電現在還可以買嗎 好 我們看到台積電這一波 在7月28日 創得它的歷史高點 466塊半之後 接下來四個交易日跌了三天 包含今天在內 今天收盤只剩416塊 所以從高點算起來 整整跌了50塊錢的 當然投資人看了會怕 可是明明這AMD 這是一個大利多才對 怎麼利多出來之後 台積電還在跌 而且今天的跌幅其實算不小 其實這個原因其實很簡單 就是看起來台積電接了AMD的大單 產量滿載 可是問題是其他客戶怎麼辦 台積電的產能大家也知道 這不是說你一口氣 就可以突然爆出來一堆產能 你都滿載 你如果接了AMD的氈 那你會不會得罪其他客戶 你是不是對其他客戶 產生一個所謂的排擠效果 譬如說就算蘋果好了 你看蘋果接下來 它也是持續有單進來 甚至喊出來你看更新的明年的iPhone13都已經確定要由這個台積電來接單了 那到時候才能擺不平 這其實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這兩天美國的CNN有專門提到台積電的問題 他講說什麼 台積電現在真的就是夾在美中之間 甚至現在傳出來說我們知道台積電在中國有兩個場 在上海跟南京各有一個場 據說傳言 當然魏金正史說 中國有可能要接收這兩個場 這是何等大的事情 當然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是傳出這種消息來說 當然對台積電是相當不利的 那除此之外 中國其實也早就放話 希望台積電也可以到中國去設場 那你台積電是不是擺明 如果我都拒絕的話 是不是你這兩個場會不會真的就不見了 甚至你有可能因此以後 你所有中國的單不是只有華為 你其他單你有可能都不接了 都接不到了 這是又是一個大問題 那再來還有一個也是這兩天的一個新聞 就是第二季全球手機的銷售的排行已經出來了 那這時候這些飼料機構預估 今年全世界手機的銷量可能會衰退11.9% 更慘的話可能會衰退15% 可是我們看到台積電的財報當中 手機的收入佔他的營收47% 如果今年手機的營收是往下掉的話 那對台積電當然會產生一些衝擊 所以我們看到短線也因為台積電漲多了 所以目前有些回檔 可是真的不用擔心 就如我們剛剛說的 不管怎麼樣他未來的這個單 顯然就是把他的產能全部都塞滿了 不管他最後要給誰 總是台積電總是有辦法去擺平的 所以我會覺得短線漲多回檔 這個其實都反而是健康看淡 所以大家投資人真的是可以找機會 再重新進場 可是你要怎麼去買台積電 就算這波回下來 就當今天416塊 一張41萬塊 也不是小支組可以買得下去 現在有一個講法說 你少買兩個名牌包 就可以當台積電股東的三種方式 這個是大家正在流傳的一個講法 問題是原本就買不起名牌包的 小支組怎麼辦 好 所以來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台積電一張要四十幾萬 真的是小支組買不起 所以我們可以給他介紹 有三種方法 第一個 整股買不起 我買零股總可以吧 零股一張算起來四百多塊錢 看你能力 一次買十張四千多塊 或者再多一點 OK 零股慢慢湊也是一個辦法 或者是什麼 現在有很多的券商也開放定期 定的就跟買基金一樣 看你一個月可以買三千五千 一樣的方式 你可以慢慢去存股 存股不是要一張一張買 定期定的其實是可以的 所以這是第一種方法 第二種方法就是買ETF 好 那ETF就要注意到了純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到 目前ETF當中持有台積電的真的很多 但是純度有差 誰是純度最高的 富邦科技 多少 你買富邦科技這個0052這個ETF 等於71%多是買台積電 這個純度其實是非常非常高 可是它的價格多少 九十幾塊錢而已 也就是說一張九萬多塊 我想更多的投資一定可以負擔 好 那就算下面低一點的 比如說大家喜歡的0050 台灣50 40%多 一樣是最高台灣50的還有誰 富邦的台灣50 46%多 所以你可以去買ETF 那ETF的好處就是 你也可以定期訂的去購買 那還有第三種方法 那就是去買一般的共同基金 因為台積電實在太熱了 所以除了台股的基金會去買台積電之外 大家注意看 還有什麼 很多專門投資亞洲的 譬如說你看金磚四國等等 亞洲精選等等 他一樣會去買台積電 只是它的純度相對會低一點 那你說到底要純度高還是純度低 那當然跌的時候 你希望純度低一點 漲的時候希望純度高一點 我會覺得當下來說 台積電真的會有機會 所以台積電的純度 不妨可以找高一點的 看到這個台積電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台積電的另外一個大客戶 蘋果 蘋果也是大家現在非常矚目的 因為現在蘋果的市值 又重新回到全球最大了 而且他現在這庫克的兩路策略 也是讓這個台廠往印度這邊走 但是大陸這一邊的話 就是由紅色供應鏈來主導 我們看到這個力訊王來春 他就在股東會上面 現在是講得非常自信滿滿 說沒有什麼產品是做不到 現在只剩下大力光的鏡頭 玄外之音還講到說 紅海如果還是一言堂的話 恐怕會走下坡 這個語氣真的聽得讓大家嚇一跳 這個紅色供應鏈 好大的口氣 對於我們台廠的威脅 越來越嚴重了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應該這樣說 這個王來春 他是站在一個對的趨勢上 什麼叫做對的趨勢上 我們先跟大家講 事實上庫克的盤算非常簡單 未來iPhone有分叫做 中國製造跟印度製造兩種產品 為什麼這樣講 你可以看到 事實上今天不是有報導 就是說台廠很多到印度去嗎 就包括說像核碩 甚至像這個偽創 甚至像紅海都去了對不對 尤其是印度 在最近他頒發了一系列 包括說像土地的獎勵優惠 包括減稅 包括說他現在又放寬說 包括說像PCB 然後包括說像軟板 鋁電池 充電器 還有相機模組 一系列關稅減免 那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把中國製造的那些零組件 送到這邊來 那些都免稅 那你來這個地方就直接組裝 所以很顯然 印度他自己也在拚他的製造 對不對 當然有這個大環境大分裂 當然最重要就是庫克的想法 我們上個禮拜曾經講過 很多廠商都被庫克指負為婚 所以庫克的策略很簡單 就是在中國的廠商 尤其中國的台商 未來面臨的 你可能會慢慢在庫克的要求下 你會被迫賣給中國大陸的廠商 大家不要忘記 力訓只是一家 傳言中還有第二家 中國大陸的廠商會介入iPhone 那就是比亞迪 所以比亞迪他未來會去買 台灣的哪些公司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我們現在台廠優勢 只剩大力光一個了嗎 應該這樣說 在組裝的領域裡面來說 會分成兩邊 組裝的話像台灣的合作 我們剛才講到的偽創或是鴻海 你就盡量到印度去 在中國大陸本身 我要扶植的是比亞迪 還有包括說像力訓這些廠商 我要把它扶植起來 至於說台廠的 我們組裝會受到很大影響 至於說供應鏈 那個零組件會不會受到影響 零組件當然會受到影響 為什麼零組件會受到影響 中國大陸的學習曲線 慢慢在推進之中 包括說像王來春 王來春他原本的力訓 一開始是做連接器 連接線的 你看他現在介入什麼 他現在往上游去 上游的包括升學元件 他都會做了 包括說像部分的PCB 他也都會做了 跟我們國內的包括說像美律 航空等等合作 升學元件他這一塊 已經都做得非常好 包括說他這幾年 又介入所謂相機模組 所以他其實已經慢慢的打造出 屬於他自己的供應鏈 供應鏈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 比較難做 事實上在前一陣子 剛好某週刊 他們去中國大陸採訪 他們的力訓的股東會 股東會裡面就有講到 剛才翟軒提到 他們就說我們有什麼做不到 他說現在只有大力工的鏡頭 我們做不出來 但是應該這樣說 中國大陸現在的順語光學 也做得出大力工的鏡頭 只是當然品質沒那麼好 但是假以時日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 他們的科技會有機會會超越 甚至跟大力工並駕期 所以這些供應鏈 對台灣的威脅是相當相當大 而且這場股東會當中 其實這一個 我們看到王來春講 他其實不是紅海出來 他說他是正威出身 他還說了哪些東西 應該這樣講 他對媒體都一直說 他是富士康出身 不是 我是正威出身的 所以這也不難解釋說 為什麼當初正威就下了 就是會投資他 可是也不可否認 他當初立訓成立了一開始的時候 的確富士康是他 最大的訂單來源之一 所以他的確 他或許不是出身於正威 但是紅海郭台銘先生 對他的影響是相當相當大的 他說什麼 他其實很多話 你會覺得真的講了 就有點郭台銘董事長的影子 為什麼 他就講說管他是 人家就問他說 你們現在就買了那麼多的台灣的企業 你們怎麼去管理台灣的企業 他就說管他是台幹 路幹 美幹 他只要說要看他到底是能不能幹 能幹不能幹而已 這種語氣是不是就很像是郭董的語氣 郭董就很想用這種slogan 他也會用這樣的slogan 但是我覺得 當然他這也講了非常多 因為在這個股東會裡面來說的話 這個會後就很多人跟他交換微信 沒想到他居然就跟這個股東就說 好 我們來換微信 這讓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你個大老闆居然跟人家換微信 然後未來可以互相的溝通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王萊春 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不像一般的大老闆 可能都是跟你格格 就是有點距離 他不會這樣子 他就是很像這個 很像一個親切的大媽 隨時都跟你這樣聊天 而且他說台下一聲叹息 他立刻詢問股東說有什麼事情 非常願意聆聽 對 他就是一個比較願意 像這個我們知道國內某家 被他們入股的公司就說什麼 他就說其實他們是 他是一個非常懂得授權的人 他說了一句話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他說在立訓裡面 官大學問大 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也就是說沒有人官大 官大不是說你說了就算 你要互相的溝通 他甚至說什麼 他說不只是王萊春 會跟股東換微信 他說他們在之間 彼此之間的工作人員裡面來說 他們也會有一個微信群組 譬如說這個微信群組要做什麼 這個微信群組要做什麼 他說有時候 王萊春下命令給你 你也可以說 我認為怎麼樣不好 怎麼樣不好 所以我覺得其實言下之意 他就意思是說 不要學習某家企業 那種一言堂上對下 這樣子的概念 你當然會覺得這個言下之意 當然有一點在 就是講紅海 對 有一點在講紅海 這樣一個狀況 你看他也 股東會他也大啦啦說 超越紅海 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情 他說不要講 中國就是靠富士康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那種野心跟企圖性 那說到底就是因為 庫克的後面的指使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他站在一個對的趨勢 中國大陸的代工產業 勢必在未來幾年 一定會快速蓬勃發展 好 我們看到這個王萊春的口氣 威脅到了我們的台廠 大家真的要拉起警報了 但是如果我們要投資的話 我們還可以投資這些嗎 或者是有哪些十六檔三金 聯手加碼的股票 是我們可以注意說 台股反攻萬三的領頭羊呢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白話